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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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職務朋友大家好 因為其實我們開場花了不少時間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還滿重要的交流 特別是加油以及職務這邊很多的資工朋友 大家舉辦了這樣的場合 我們其實在每次跟某個場合見面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不是重複的在不同的場次當中見到一些人 也許我們將來的交流可能會更多一切 我先簡單說一下 我目前在進行大學法律系任教 我自己從大學時候開始 然後一直到銀座所念國師班 我自己從部落的長輩 或者是跟我同年齡 甚至比我還要年輕的一些 在我的身上學到非常多 那自己身為一個法律人 可能一開始所學的公平正義 或是想像公平正義 或是在學校裡面 通過我們對法律系統的認識 然後希望我們能夠解釋 甚至把他實驗出來 所以我自己是一直因為都在校園之外 我們的助理部落 像我在講的跟中青 三代不同的人身上 一直遲遇到現在的20多年的學習 我才真正的深刻去體會到 法律在說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比如說包含很簡單的教育主義 那這樣子的經驗 對我來說是一個震撼教育 他因為他確實是 我們在教科書上面所講的 他不是只是那些抽象的文字而已 他真正的生命很可能是在 受到法律所壓迫的人 或者是想要利用法律 成為一個對抗壓迫者的工具 那法律這樣的兩面性 事實上是在這組的學習的過程 就是說自己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就是體會非常深刻的 那今天很高興找了那個平潭 來跟大家談誰決定原住民族的前途 那平潭當然有問題 但是呢 就是說對於原住民的議題 在不同的這個時代 那他所面對的狀況 其實是有一些不同不太一樣的 那台灣從那個 我們應該講說台灣的這個原住民族 運動大概已經30多年的時間 就是這個原住民族的這個 待會兒要是有機會的話 我再做一點補充 那但是這個 真的嗎 可是這個原住民族這幾個字眼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關於 原住民族的前入誰來決定的 那個血類史 就是包含原住民這三個字眼 原住民族這四個字 加一個族的這個字眼 還有在國際社會上面 那個Indigenous people 或是Indigenous population 然後一直到最後到現在 就是Indigenous people 那個民族的那個族 就是很多族的這個字眼 國內外都是採通了血類史 那其實這也都是原住民族 他在確認他自己的定位 以及他要說他自己是誰 而且他要決定他跟其他人的關係 以及他跟這個土地 或者是大社會的關係的時候 他一個自己所做的決定 那那個血類史就展現在 當他想要決定 以及自己說他是誰的時候 他所面對的這個大社會的反駁 那國內外都是如此 那所以今天我們 國內的平寒 來跟大家談談 輪助民族的前途 不僅是有可能是一個回顧 但是有可能看的是 我們在當前 在當代 我們看到台灣的社會 它其實每天都在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那我平安可能會講到特殘 很好 很好 這是不曉得 就是非常多 那當然大家講的 不管是哪路族的問題 太魯德族那個名槍 要轟入的事情 或者是那個砍個樹 看起來好像有某些被所謂的犯罪集團 控制的部落裡面的某些年輕人 那諸如此類種種的事情 他們每一天無時無刻都在發生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會不會就是認為 那反正就是那個在遙遠的 偏遠的某些地方 發生的事情而已呢 剛才很高興遇到 有年輕的朋友提到說 這個比對 這個題目的比對 它其實同樣比對的是 誰來決定台灣人的前途 那我們要知道的是 在我們在決定原住民族 不管是誰在決定他們的前途的時候 因為那是一個人跟人 人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場每一個人 老實說都負不了干涉 那我先希望能夠 把比較多的時間留給這個平台裡 由他先來跟大家做一些說明 那希望大家 如果你現在有這個資訊的話 就是待待會兒 他在就是平台在談 他所體會的 或者是說他所認識的 甚至他所批判的 或是他所希望都提出來的 他想法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請大家 再把你能夠想到任何問題 包含如果是同學或是老師 你問到原住民的學生 剛才有一些已經有提到的 但是你對於這個同學 原住民或是原住民族 或是原住民各族 你在你其實有一些很遠出的一些想法 不用擔心說 比如說你問到該不該加密 就是不要擔心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希望你都能夠寫下來 那將來再做晚一點 就是平台結束他的跟分享的時候 我們會有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互相互動 這樣對嗎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 先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 而且我會馬上 對於鄉其名的自我介紹 又給她自己 大家好 你好 那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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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是小龍岸 然後剛剛跟學老師說 你只要我是同學 因為我還沒叫李平函 然後李平函就很值 我不要現在已經27年了 還沒改掉 那 可是 自從那個 大概10年前左右 又有一個人陸名的導演 還在推動就是 合避團友性能的病狀到現在 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有一群朋友 一起都去做了一個 恐怖性能的動作 那 我現在的名字還是叫做 漢字還是叫做 那我待會兒解釋 那 就家庭的文化址 就叫做 然後後面的法令吉函 是我家族的名字 就因為我是不蒙族 所以在我的家 就我們的群人方式 後面是跟著你的家族 然後你的 因為我們 你自己家 跟這個不論你的大的氏族 然後再來是地區 就人家說不蒙族的名字 就跟你的身分證 跟你上面會有地址啊 然後你是誰啊 叫什麼 就是你只要知道 一個不能讀他的名字 你就知道他的全部的地畢這樣子 對 沒有那麼多啦 那我就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現在其實 人陸這個婦女的這件事情 其實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 你原本有害你 就像我原本叫做禮品牌 那我可以直接加出羅馬拼 可是這種方式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羅馬拼拼 不是你的官方姓名 它有點像是 一個小八點這樣子 對 那這其實中間有個問題 那第二種方式是 你的漢字的名字 改成你的傳統姓名的音譯 成漢字以後的樣子 大家聽懂嗎 就是你要用中文去寫 你的傳統姓名 然後才可以 那個姓名才有法律效力 成為你的名字 然後你可以在各式各樣的法律文件上 簽上這個名字 但是我不能簽這個羅馬拼拼 那第三種方式就是 漢字改了 然後再加進羅馬拼拼這樣子 那剛剛講到 我為什麼選擇第一種方式 就是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 我的爸爸是外神人 然後我媽媽是 南同南鄉的布農族 然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從小在台北長大 是我中文長得非常好 然後 對 然後我上了大學以後 就去台南唸書 然後就是很愛唸書 所以唸八年 然後去年剛剛大學畢業這樣子 對 所以 所以 這是我選擇這個名字的一個 選擇這樣 去呈現我的名字的一個原因 可是我一直很不理解 為什麼 禮品牌可以成為我 官方文件上的簽名 但是小龍安不可以 因為這同樣對我來講 都是有一個 就是 神秘歷程連結的一個代表 他就是我 我不買簽禮品牌或是簽小龍安 他都是我 那可是為什麼 這個政府可以決定 哪一個你才是 被法律認同的你 這樣子 那 我特地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有一個很敬重的哥哥 他是阿美族 然後 他也跟我一樣 他的爸爸是 我爸爸是個成人 爸爸是個成人 爸爸是個成人 這樣子 他就不肯去 他離家住的馬鈴 他都不肯去 因為他說 只有我馬鈴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的書寫系統就是 原住民族裏各族的族裏有自己的 我馬鈴的書寫系統 那絕對絕對不是有漢字 因為這樣好 上面有任何漢字可以去發出 原住民各族的族裏裡面的 非常非常多的聲音 其實漢字都完全罵掉他 也有非常多的小話這樣子 那 他就覺得這件事情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很渴望他的名字可以被 談券 那這個運動到現在10年了 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跟朱拉老師還有很多的前輩們 一起做了一個叫做兩公約的 國際人權審查 然後我們在書寫關於原住民族 在兩公共保障權利裡面 在台灣的現況是什麼 那 就特別提到名字這個議題 那去找了數據 在這10年當中 全台灣只有2%的借益 大家知道這次嗎 在這2%的人當中 只有5%的人 去回覆我們自己的 那中間只有遇到很多問題 但我今天沒有辦法 每個議題都這樣講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能之後可以再去查資料 或是會之後再討論這樣 那 就是我 其實我就是要請問大家 誰是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就是 大家就是都認識這麼久對不對 都在台灣生活這麼多年了 我們就不要一直在玩 你會覺得啊 你好 你好 我都是台灣人 你都是一家人隊友的事 就是 我現在要先挑戰各位 就是 誰認識你家人 家人是誰 因為大家都會講那個 對 我想唱 對 那我副標寫的是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你知道我是誰嗎 那 那 剛剛就是回憶剛剛就是 那個 以善 因為我吃錯了 是嗎 喔 妳好可愛喔 就是她剛剛有提到 就是有那個 安美族的長輩說 當我們不管是誰 當我們先起手圍棋圈 開始唱歌 開始跳舞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家人 可是這個一家人 她有她很深刻的 可是現在在台灣 有時候會對付 對應 面對 有一個民族的方式就是 她其實不知道你是誰 這個政府 或是很多的官僚 她其實不知道我們是誰 可是她就說 欸 沒有關係 我們都是一家人啊 可是你知道你的 爸爸是產工法 還是轉工法 你知道你媽媽就是有指揮牙齒 可是說出這句話而已 她根本不知道她在對話的對象是誰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這個歌詞啊 是在那個 那個 318之後 我們就是有一群年度的年輕人 在立法院附近的那個小空地 然後我們叫那個地方民主小公園這樣 我們自己取得 然後就把他站在民主小公園 根本就沒人逼過 然後 對 沒有警察外區 然後我們家在那邊辦 原住青年來談論主謂議題的一個論壇 然後這個論壇持續了一個版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這個 寫這個歌詞 就是我剛剛說我非常敬重發表題的歌 然後我這個歌詞看起來很討厭 所以等一下更討厭的是有人要唱給妳聽 我們 等一下 唱給妳聽 有有因緣症 好 對 對 然後又有一個很凶騰的阿民旗姐姐 叫什麼答案 好 我是阿民旗太巴朗部落的 Nagao Eki 這裡有一個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4月3號禮拜四下午7點 在台北捷運善導市3號出口 的一個委員會議論壇 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 如何一勞勞力的解決原汗問題 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方案 希望不管是任何地方 可以有多點起來參與談論 那既然我們談的是原汗問題 當然就有不了衝突 那我們的習慣是 既然有衝突 我們就先把醜話說在前面 然後我們再說下來好好地討論 那醜話如果用講 可能聽起來就太直爆了 所以我們要先唱 唱歌 叫做誰跟你什麼家人 這是我們阿民旗太安波的 Nagao Eki 就是非常好唱的力學 當天的活動也會以示者會開場 不會唱的人就要在現場 一直練到會舞 現在我們就唱一片給大家聽 誰跟你是一家人 我的家鄉在哪路玩 你的家鄉在黃河房 從前的我們快樂無海洋 現在被你們搶光光 山裡搖看海裡無來 千根漂流 坐牢還要罰款 換給我們傳統領域 誰跟你們都是一家人 哪裡有這樣的一家人 算 很容易搶 請大家呢 這一天的時間 好的練習 那4月3號 星期四下 7點 再來剪定站 133號之後 大家 好 好 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一唱歌就太憤怒 然後就走進去 然後就是正品件事情就是 演出女會唱的都是個滿印象的 對 然後大家有感受到其實他在說這些話裡面有很多的憤怒 那就是這個憤怒是從何而來 就是今天很多人在這邊我相信 多多少少聽過一個或兩個 至少來一個或兩個人問你最近很火紅的議題啊 就是好像是現在認識議題就是這種Fashions 然後可能聽過每例玩啊 最近我們這件事情特別有提到 我們洪湖部落的風山的事件 那我們有整理一下就是 從去年年初到年尾 單單2013年 就是到底發生了多少大發小蟲的人的距離議題 然後剪了一個簡單六處超人 所以他就敗又大開了 歌很好聽 吃了喔 吃了 謝謝 然後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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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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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就是這些議題就是 裡面有你沒看過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只要裡面有五個項目都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其實還滿多人的 因為大家有看到我們那個截圖有沒有 做原住民會爆呢 對 就是做原住民會爆 我們有了一個自己的原住民族電視台 最精彩的獨立營運 然後獨立營運以後 就是 游民台就是只能抱怨住民的事情 然後我們的游民台的記者朋友 開始報導這個反文貌的議題啊 報導我們在參與就是 所會主流社運的議題的時候 他們這些報導都被上面有很多施壓 因為現在的原住民台其實是透過原住民國化基金會 那這個基金會其實是官房的 那他的資源還是官房 所以至於我們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各位國民黨籍委員 國民黨籍委員 國民黨籍委員助理立委們 他們就非常多的施壓在原住民台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這個也是滿嚴重的事情 那總之這麼多的事情其實他都 他我們剛剛有分類啦 但是他其實有時候不是單一的 就是這麼多的議題他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核心 就是說 為什麼我很痛的時候你看不到 就是為什麼我感覺我被你踩到 可是你說沒有啊沒有啊哪有在哪裡 就是你看著你完全沒有看到你的腳 就踩在我的腳上面這樣 然後很多的時候在這些人念的議題裡面 會牽扯到土地然後牽扯到文化 那土地在大家 大家都在台灣念的國種高種嘛 那大家一直都被訓練得很好 就是說 只要是沒有人土地都是國家的 是啊 現在高中課本來不一樣嗎 就是當初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只要沒有人土地都是國家的 因為國家是大家的 但是在這半年之內大家經歷了風風雨 就是佩津寫之後就是已經很旁邊的事情 可是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原住民的土地或是其實在某一些土地 他可能有就比較相似於他的現在的資部的這種私有的資部 可是在滿大部分的土地裡面他其實也是講 就是你有需要有多使用 你有需要或者是地力下降的時候就進到其他地方 這其實這個整個生態智慧是非常關聯性的 所以我們不會有很少很少會有人擁有土地的這一個觀念 因為老人家都說人沒有資格擁有土地 你是土地跟海洋擁有的人 是在這樣子的關係裡面去跟大家這樣活動 可是現代的這種行政體系完全不是這樣子 所以當原住民的土地面 我們感受到我們的土地踩在我的土地上 然後你就跟我說土地氣拿出來這樣 然後老人家他們過去不知道不懂漢字 不知道什麼叫做行政程序 在這種各式各樣的觀察中 一點一點或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氣 不是被國家拿去的 反而所謂的這種原漢衝突 就是在地的原漢衝突 漢人片原住民的土地 都沒有國家拿走原住民的土地還要躲 因為你知道整條中央山脈的人 中華民國都說是他們的 然後褲農族 太陽族 曬蘭樂族 都坐在中央山脈的人都要搬腳 就是騰空的 懂我意思嗎 就是因為那是別人的土地 可是我們的土地一輩子都坐在地上 那除此之外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影片是 今年年初的時候剪的 沒想到從年初就是到現在才六月嘛 發生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我快速的帶過一下 那我會先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說過去原住民的議題就是原住民的議題 好像他跟整個主流社會是很脫節的 就是好像是所謂的社運是社運 可是社運裡面從來沒有跟原住民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然後原運是原一 它是兩框竹心線 那今年其實我們開始 因為像我們這一輩的學生 我今年二十七歲 那現在的大學生就大概二十幾歲 對二十出頭歲 我們有一群一群的原住民青年開始互相連結 那這些人除了在過去去關注所謂的原住民議題之外 也關心這整個大社會的派動 然後我們發現了這個 會從一個仕途想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是 我們有個團體叫原情政 就是我掛名的那個 可是這個原情政其實是一個虛無的團體 它就是當你就是沒有同學的時候 你就是就可以拿去用這樣子 給大家一個姿勢的後盾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原情政政的團體 第一個對做的議題的有修 它是性別議題 所以我們試圖從 一群原住民青年我們衝 我們從原住民的角度去看待性別議題 大家知道去年在第一三名的那個 護家蒙大流行嗎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那個引爆點 為什麼大家會一群的一群原住民青年生氣 因為先跟大家講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對錯或什麼 可是它真的是一個現象 是如果你有參加過大專的原住民社團 你會發現大專的原住民社團裡面 LGBT的比例非常高 大家知道LGBT是什麼嗎 就是不管你是同志 男同志女同志跨性別 還有雙性戀 在原住民的社團裡面的比例非常高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 可以去思考在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滿有趣的 那因為那個護家蒙大流行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教會的人去參與嘛 那教會跟部落關係其實很緊密 所以他們就有從部落帶來一整群的人 然後去護家蒙大流行場 就說我們是原住民 原住民就是反對多元親家 然後第一個就是 那個我們就是LGBT的那個學弟妹們 就是大家就一正化然 就是我們的存在竟然是個錯誤這樣子 然後可能是很難過的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件事情是 有些人他的confused就是說 因為多元成家的議題 其實他有說好幾個部分 除了那個同性同意 還有伴侶 還有最重要是那個多人家庭嘛 現在也是身邊同度一下經典的議題 對 不知道的下課來走 下課 好就是就是其實就是像是 尤其是在多人家庭的這個部分 因為如果是在部落長大的小孩子 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部落的大人都是你的爸爸媽媽 那部落的大人們對待小孩子的方式也是 不管你是誰家的小孩 你只要在部落裡面 你就是大家的孩子 所以所有的長輩會照顧所有的孩子 那時候的孩子會遵替所有的長輩 然後這個家庭的大家庭的模式 他其實不完全是依靠著血緣的關係 所以他就非常像是那個 多人家庭的那個組成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啊 就是為什麼 人家庭有沒有反對這個 我們都在多人家庭啊 我們沒有 有時候有亂文啊 那有時候就是 就是這種很奇怪的牽引說什麼 多人家庭就是亂人啊 然後亂文 然後什麼 什麼盡情相間什麼這種 很奇怪的那種連結 我們覺得很confused就是 所以隔壁的阿姨他照顧我 像我的家人一樣照顧我這件事情 有問題嗎 真的有問題嗎 所以我們其實寫了一篇很長的聲明 但我知道大家不想看很多文字 所以那個聲明在原住民族 四個字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的粉絲專頁上 大家可以去按讚 然後去看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大家來一起討論 然後寫了一個聲明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是 我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我們好像不能只關心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跟這個大社會是一起在前進的 所以就開始參與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之後就開始 接著就是課綱尾條嘛 大家都一直看到課綱尾條 就是在吵那個中國話還是去中國話這件事情 然後這時候原住民又坐在旁邊 然後呢 對我們來講就是 對我們來講就是 那我們 可是我們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從更早之前的國民黨執政 然後都好像從政黨人替的時候 阿別人八年 然後到現在又輪替回來 又是國民黨執政 但是中間其實大家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立法院國民黨一直都是托書黨 所以國民黨其實是長期執政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坐在旁邊 就是從來就沒有我們的聲明在這裡 所以當課綱藝術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做出很多的批判 包括因為他剛好有碰到一些很小的細節 就是剛剛師老師在提醒大家 原住民要全面敢用原住民做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些人 例如說王民中等 就是他們就 他們就說太好了就是這樣 因為台灣的原住民就是 中國五十六隻少數民族的一隻 對可是其實剛剛老師提到的很像他說 為什麼原住民三個字要變四個字 原住民族呢 他是一個很長奮鬥的血類式 他其實在講的是 我們如果大家有去看過原住法 原住法的第一條就是 就是定義原住民跟原住民族 這兩個字代表的意義 事實上是要去區分一個權利 就是說我們在刑法 刑法裡面 保障的權利都是個人的 或是法人 可是部落啊 部落這個單位他不是一個法人 可是他有一個集體性 就是他有一個集體性的權利 一直沒有被 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 最好是我講不對的話 你帶你走 因為我是念工程的 我每次就是覺得要先消毒一下 就是如果這樣做的話 就跟人家說是念工程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個集體的權利 過去沒有一種很好的呈現方式 例如說我們今天要講一個部落啊 他對某一個公共議題 到底有什麼樣的意見 不是這個部落有十個人 你不是去點那個人頭說 好你贊成你反對 你贊成你反對 好四個贊成五個反對 你贊成一個 欸這樣走久了 好 就是好像五個的就贏了 那就代表部落的共識嗎 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因為部落有不同的部落 還有不同的傳統的共識形成的機制 他不是用點人頭的方式 那他有一個集體性的權利 不能被個別化 那所以在於物理族基本法 這原住你改成了物理族式的治理 他最大最大的功能就是告訴你說 原住你他代表是原住你的合理 就是我是原住民族的成員 所以我就是一個原住民 那原住民族他不是說 原住民全部都是異族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在強調說 原住民族他有基體性的權利的這件事情 然後接著原住法就規範了非常多 什麼如果你要幹嘛 你就要通通部落同益啊 如果你要幹嘛 就要通通部落同益啊 然後從頭到尾原住法到現在 所以總是幾年了 2005到現在其實講是要10年了 他要10年了 不如我同意這個機制 從來沒有被行使過 從來沒有 你的表情有問題嗎 可以大家問 好 對 然後怎麼從課綱講到這邊呢 就是有的因為課綱就是改的那個嘛 然後就有就是剛剛講的網民中等 他們就以為這個是很合理化他們的那種 大中國的想像 然後就拿出來講 然後那個反對 反對中國的話 就是覺得應該要去中華這邊的人 又拿出來講說 他們就在講的東西就是 我知道好像兩邊都打了 但是這中間有很多問題啊 就是說所謂的台獨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類型跟物件 那過去主流的討論裡面 其實原來不很像神主派 就是 我就告訴你說 然後他們最愛就是林瑪莉嘛 林瑪莉是神主派 就是上面的那個金漆 金色的漆這樣 就是他們就愛說台灣有在林瑪莉 欸不知道林瑪莉的舉手 不知道 他我講我講 林瑪莉呢 他就是一個做了一個台灣的DNA的研究 目前無論他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 他做了多少狗屁刀招的事情 譬如說到部落去騙部落的人的血啊 然後什麼的 用很不合理的手段去取得這些樣本 那這都沒有關係 那總之他最後做了一個研究 然後他還出了一本書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台灣有98%的人都有原住民族的血統 然後 台獨 某一部分的台獨人是很喜歡 拿著這個林瑪莉的研究詞 我告訴你說 所以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民族 剛剛讀生有講 我會有一些很討厭 我最討厭民私解釋 可是他有時候會代表不同城市的意思 就是那個想像其實是一個單一性的原主想像 其實對我自己的感受來講 常常在面對這種論述的時候 對我身為一個原住民 然後我發生了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會覺得那你跟中華民國說 大家都是華人 這件事情是不是好像沒有太大的疾病 就是當我們在講台灣人的時候 那個台灣人中間組成成分的多元性 有沒有真正被看見 可是常常大家就會講說 我們是台灣人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 結束 如果現在的課本 有多寫其他東西 拜託不同意義 因為我找不到 因為我們要做課綱 就反而搞成歷史課本 這很無聊欸 就是沒有內容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做了課綱的議題 然後主要就是在談說 你們在吵你們 可是我們也要出來吵 因為我們已經讓鏡頭過之後60年了 就是整個中華民國說回來台灣 然後建立了這麼多躲命早早的事情 然後都是你們在吵 你們在吵什麼 我坐在這邊60年 看著你們在吵架 然後可是我的主席在這塊土地上 超過千百年 從來沒有被詢問過 然後我就可能一次說 欸 你的意見是誰的名義 你要誰 你是誰 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 接下來這個活動是228 就是我們在從哪一年開始 就是從幾年前開始 就是228會有一個狼煙行動 但是狼煙行動是很在地的 就是每一個部落 他們自己去衝突 他們今年想要被看見的議題是什麼 那當然不是每個 真的有每個部落 因為台灣 欸 大家知道台灣有多少個部落嗎 猜猜看 猜猜看 六個 十六個 我們官方有十六組 但是光是阿美族的部落 在東海岸就有80個 然後所以請大家猜猜看 一圈台灣有多少個原住民部落 這有一個官方體系的數字 我沒有小禮物啦 但是滿有趣的 所以大家可以猜猜看 七十七百多個 大家覺得七百多個會太狂了 不含舊色啊 不含 就是含 就是所謂十六組 官方認定的十六組有多少個部落 八百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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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有一些部落他很小 像阿美族他一大道有千人的部落 好幾千人幾萬人的部落 可是日月團的少族他只有七百人 就所以他有大小部體這樣子 對 台灣也有八百多個部落 我為什麼都講到這邊呢 我今天才跟就是跟我同學說 我每次都會一直開花 就是越講越越 可是他怎麼了 他怎麼了 好啦 那因為我也不知道我講到哪邊的總之就是 包括很多個原住的部落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很能想像的事情 因為你 就像剛剛這個主持人也講 你想到原住你就想說 那我要去華人我要去台東 其實整個台灣遍布的原住的部落都 然後就在你身邊這樣 台東有沒有有很多 當然有啊 只是你不會去而已啊 有人是那個嗎 就是 就我可以調查一下 你有原住的認同 我說原住的認同 那一次包括就是 譬如說你有去查過你的屠譜 然後發現你的阿嬤的阿嬤的誰是四屏五屠 或者是你根本沒有查到這些東西 可是你從出生你就有一個 一個誰告訴你說我是民族 我不是在開玩笑 是因為我等一下要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你有總之沒有原住民族的認同 可以舉手 就包括不管是官方認定 不是官方認定 四個 五 好 我要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在成大 我還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 欸不要搶我阿嬤 好 好 就是 大家有聽過成大零垃圾嗎 欸 有人在看我嗎 成大零垃圾就是 在幾年前做了幾天動聽的事情 就是把那個 在228的時候 把屠下你的講公道 我還在講講公道 你看這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遺毒啊 就是蔣介石銅像上面就是 貼了 南部地區 在228以及228之後 白色濃圾事件的受難者的名字 我們找到 欸不小心講到我 就是我也有趣這樣 找到六百多個名字 然後貼 印出來貼在上面 然後破痕漆這樣 然後學校就爆炸了這樣 就是校長就爆走了 然後之後我們就 就是順利的讓他回到博物館睡覺 但是沒有把他消火 就會很可惜 那尼二社有一個社長他 有一間社長他叫做以珍 你們一定會常常聽到這個名字 如果你有在關注比較南方的議題的話 那以珍他 是我們另外一個 我是原住民社團的社長 然後我們成立三年到現在 那個社團叫圓嬌社 欸 校門到底在想什麼 對 然後 就是因為我們曾經這個社團以後 跟順利的社有很多很多的互動 然後以珍他非常關注原住民的議題 然後我們也因為這樣 變得很好朋友 那我要講以珍的條例就是就是 他一直有一種 就是我在講的那一種就是 就是一種奇妙的使命感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我不能說他真的有或真的沒有 可是虛實他認為說他是 一定要去關注原住民的議題 然後他在他的身分短編上 有很多不同的階段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從小到大就是 家裡就是說他們是 父老人 講這個話我原來 因為大家會說那個字詞 有時候有一些不太適合用 但是他是在幫助他們家的是 所謂的合身的吧 所以這一個 我不是太會去分別人的東西 但是他就覺得說 有漢人對得住你的壓 原住民族的壓迫 讓身為漢人的他 有非常非常強烈的對分 然後嚴重的程度是 去年還前天反而在遊行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起去台北 然後他就自己做了 然後設計師的人 然後他自己做了紋身帖子 然後上面就寫 是不是身為白狼 我很抱歉 什麼是白狼 壞人 什麼是白狼 這是壞人 這名字很好 白狼好好 我不怕你 滿怕的其實 就是白狼 白狼是有一些族群他們在稱呼 那個不是原住民的人 對 然後可是也不一定喔 因為有很多種 是不是說泰雅族會說 我讚 讓大家學得多一點 只是那種像 噢 布農族有分六個社群 其中一個社群已經進入去消失了 然後我是 我的媽媽是做社群的 藍色 你是藍色嗎 對 你是藍色 你也太稀有了吧 你竟出現在這裡 而且你還喜歡土盆 土盆 土盆是誰 土盆 好 我們等一下聊一下 藍色群 欸 住在哪裡 高雄的逃禮商 在過環境藍村 對 那邊 因為藍色群已經非常非常少人 而且是語言跟其他不同的關係 因為我自己看的微信資料 如果不對的話你可以補充 就是藍色群他跟那個周祖 有比較多的會 就是 就是有會寫到啦 所以他們這個社群發展出 比較不像大的布農族社群的那個文化 包括語言 然後我自己是鎖社群 那鎖社群他其實 他是從卡社群出來的 可是他人也非常的少 就是花點有一小說 然後台東有一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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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講的話 就是主流的布農族社會也是聽不懂 你知道 布農族裡面也是有階級的 就是我們有主流的社群跟非主流的社群 對 我怎麼沒有講到這邊 路上講 我們就是有很多人講擺浪嘛 然後派爾族講不幹 然後我有問我媽媽說 那你們怎麼叫外甥的 然後我媽媽說外甥叫做布 對 然後布 你們的布是什麼意思嗎 我們的布是女生的性氣觀 就是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有趣的那個 總之就是 對 有時候比較 就是 比較有圖的社會 他們就是會拿最簡單的東西來罵你們 這樣子 所以阿美族的人如果可以說 尤其是阿美族的人 如果笑笑的對你說主 比較小心 因為他們是在騙人 講的跟實際的都不一樣 就是阿美族罵人就是罵布地 布地 就是也是女生的性氣觀 對 要不然就罵一個瓦族 瓦族是最高等級的阿美族彰化 最高等級就是罵一次狗這樣子 就是說罵瓦族很難 所以我們有個阿美族的選定就是 我們如果跟他一起去找阿美族的阿姨的時候 因為他的外號就叫瓦族 因為他愛吃又愛睡覺不愛做 跟朋友跟你來上課這樣子 就是每天都很混這樣 現在大五 然後他只要在阿美族的阿姨面前 吃到我們家的王子 他會翻頂 他平常是個脾氣非常好的人 然後就是很混吃很吃 但他都一定會這麼小一間之間 都會翻頂 你知道 嗯 好 這樣一直暫停我就是 好啦 總之就是我們開始去參與 藝群原物理青年去參與 很多的議題 包括這個是 今年的308反而行動 然後這個我們好不容易忙完喔 忙完本來想要來討論說 原青鎮要不要正式的 大家來討論一下原青鎮的價格 然後就是 就308十天之後 然後原青鎮到現在就還是 一個月果也沒辦的團體這樣子 請大家支持一下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用原青鎮的名義去串聯 因為在原青鎮 現在目前有在原青鎮裡面的 很多的青年他們是 不同學校的 他有在參加自己學校的那個原土營社團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個很大型的號召 就是我們分北中南東三區 因為今年的反而代遊行 分北中南東三區 全部都有反而遊行這樣子 甚至還有一個小小的支線 是台南還有一個是恆春 對 然後非常熱鬧非常有趣 雖然人數不是最多的 可是是遍地開花 然後還像遍地開花很像髒話 然後308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希望去串聯 就是說以前我們就是把大家去了 不都叫到台北去 那真的能去的人就很少 那這一次我們就是先找到幾個各地 他們自己會在各區的場次參加的人 然後請他做號召 然後我們就是在網路上做一個串聯 那好像在這個過程 因為花東不能算 花東就是有那個 大家知道東華有圓民院 然後圓民院就是 原住民青年裡面的貴族 就是原住民大專青年裡面的貴族就是圓民院 因為圓民院很龐大 然後他們都很自己自己這樣 國外公很短這樣 就用這種念子成大台大 然後就會被討厭這樣 就是你們是誰啊 你會講竹筆嗎 你會唱幾首季歌 這樣 圓民院很強這樣 就是這個就是小小的那個 對 一直講別人壞話 他在那裡排中 梨花蓮的路 那個 那個那一次就是 扣掉圓民院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這樣 在他圓民那邊其實找到 大概 我們那個時候統計 但是大家說的也可能是保夾數這種 是大概有兩三門會 比如說米青年 然後我們一起去 上街在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這件事情還蠻感人的就是 因為以前我們全部都到台北去的時候 全部加起來也沒有50個 但是因為在各地誰大家可以坐起來太遠 然後那個圓民院就不用說 圓民院有兩台遊玩機嘛 對 他們就從花蓮到台東去參加台東餐 然後以後就叫圓民院自己 不要下禮拜一場就好了 然後之後就318了 這是我們的民族小朋友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總召 因為他害羞 所以他的照片很恐怖這樣 這是自然的現象 對 然後我們 大家有去參與318的時候 有落過民族小朋友 他會有肚子比較會腫的 然後我們可以去參與 好啦 那我們可能酒瓶都有長期耶 有有 有 你剛才一直戴口罩 然後我們 好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對 大家都有追蹤 但是我們有很多的青年很認真是在討論 可是這個討論其實 那個起步有點困難 就是說我們不是學經濟學 學政治的青年 到底要怎麼去理解當中的這個結構 我們可以很空泛的去討論到 欸 觀光產業或是什麼樣的產業 欸 這你們要上課嗎 你用我的臉 禮拜六 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差點差太多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有這種表面的討論 但是沒有辦法很深入 所以這個困境其實是一直到現在 因為我們希望接下來我們有一個 全台灣的原物理青年大會師 那在這之前我們有一個 這一次318粉紅澳青年論壇聚集起來的人 但這一群人我們要做一個內域的培訓 然後希望青年開展出青年的力量 因為剛剛蘇雅老師說到原物理運動到現在 如果要算的話可能是30年了 可是這30年裡面其實終於有10年到20年的段子 就是上一輩的運動者跟我們這一輩的人 那我們現在試著再把那個脈絡結上 然後承接過去他們累積的成果 然後希望可以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然後330的時候就串聯嘛上街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到這個同仁的事情 同仁部落的議題非常有趣 因為去 大家聽到都是陸骨牧魚封牧的那個事件嘛 因為這個事件非常有趣喔 從他那邊有一個陸落的議題 一開記者會上四大報 每一彎炒了八年 才上 才可以變成一個很主流的議題 陸骨牧魚一封 馬上上四大報 就是 這是我們現在還沒有 還去等級跟思考的 一個很奇妙的 那叫什麼 現象 對 那我現在我為什麼放兩張照片 因為其實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知道陸骨牧魚事情頭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實在去年年底 怎麼陸落發生了一件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陸骨牧魚要從山上 把很珍貴的木頭 跪下山來標售 然後他們說那些木頭是封倒的封頭 所以依照這個陸骨牧魚的法規 聖靈法 blah blah blah法 什麼什麼法 然後總之最後就是看的是 可以全權處理這些木頭的 可是原路靈基本法裡面顯示說 任何的三靈資源都是原理是 就是你要取用傳統領域裡面的 三靈資源是要跟原路民主取得同意的 那取得同意之外就是還有包括就是 如果你透過這個行為取得利益的話 這利益必須要混合到物理 就是你的那個群體裡面去 那顯然就是靈物局的人 就是完全沒有學過原基法 對 那這就很有趣 因為原基法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 因為其實在當初立法的時候 原路民主的基本法 基本法的位階其實不一樣 搞基本法位階高到是憲法之下 所以它因為還是一個就是 它就是一個DUX的概念型的 原則型的一個條電式的書寫 但原基法當然到目前有一些問題 是它沒有配合的執法 文化圖海法 自治法 這些都沒有一直在這講幾十年前 都沒有推斷成功 所以它有些問題 可是它也有一些很基本的保障 可是這些基本的保障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被實現過 然後也沒有人在乎 譬如說大家知道我們北定灣的議題 它其實在法院裡面在爭論的東西 都沒有做什麼關係 它們在爭論的是環境 是環境 然後DOT的程序 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是原住民的議題 可是事實上 沒有人在討論原住民的事情 那這個木頭的事情啊 因為木頭的事情 我那時候有去部落 剛好有時間 然後就去跟著他們開寫教會啊什麼的 然後這一張照片裡面 這個人叫做孔文吉 他說孔文吉 曾經在2006年的時候說 我是一個泰雅族人 更是一個忠貞的國民黨人 好 然後這個時候這張照片 他其實在跟 這邊很多被遮住的族人 他跟那個族人在對話 然後他說 他說 好 我們現在不要吵這件事情了 我們就讓林務局把木頭 帶下山去賣掉 然後賣掉這個錢 會不會也多 你們說好不好 然後大家能想像部落什麼東西嗎 我說句實話 在現在這個時的此時刻 大部分的原住民部落都會說好 我是說真的 因為在這麼長時間的 被這種發表信仰的統治之下 其實他們會很簡單的 把一些過去的價值 直接換成金錢利益 會覺得那個東西是更邪進的 就我們不能去責怪這些族人 不是這個現象現在是存在的 只是這個部落很特別 我當下我就是有一種就是 覺得自己在走的路跟做的事情是對的 因為我看到所有族人進入了一片 接著就其中一個講話比較大聲的族人 我就站起來說 我們又不是要錢 那個直播啊 我們有幫他們做網路直播 所以那個檔案還在網路上面 就是我可以向你們大家看 那一刻非常非常有感覺 那我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同仁部落他在 不古墓園事件有這麼大的能量豐富 即使現在部落內部他還有一些整齒 因為其實也有 部落的人他們是在從事旅遊業 就是帶人家到墓園去遊覽 也有這樣子有一些爭執還在網路 可是他已經長出就是自己的主權 然後他已經長出自己的力量 這個是沒有辦法透過外部來保安的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透過這個國家說 我等你原路民 你們的那個架構就是決策機制啊 部落都長好了 我再把儲利款給你們的 因為不能沒有辦法 你要是買權利款給我們 我們才有辦法開始去學習 權利應該要被怎麼樣的使用 跟分配 所以大家在想說台 因為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原住民當然是一定要支持台獨啊 因為台灣獨立以後 原住民很獨立啊 有像中國對小數民族 他們甚至連原住民都不願意成為他們 他們的這種歷史上的悠閒地位 都不願意給他們 把他們當作一個很小的弱勢的文化 而不是把他們的權利款給他們 所以有些人就認為說 你台灣要想獨立 原住民族才能獨立 可是我自己在參與意見 這幾年的時間來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原住民族不獨立 台灣不要想獨立了 為什麼 6月25號張志勳要來台灣 張志勳來台灣 他的行程裡面 三分之一 都是跟人類多有關的 三分之一的行程 他到屋萊去跟太亞洲的座檯 然後到荒雄去採訪消毒蛇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中國政府非常明確地知道這件事情 台灣有這個韓獨立的代表性 就是原住民族 可是他們現在花了非常大的心力跟時間 在綁架台灣的原住民族 包括像是高金楚美啊 廖國洞啊 我再介紹一位就是中貞的國民黨 我叫做廖國洞 他也是我們的原住民立委喔 他是阿美獨的立委喔 而且他是一個很有名的部落的阿美獨立委 叫做都蘭部落喔 就是大家剛剛聽到我們隊長圖騰 圖騰的主唱是鼠命 然後鼠命他現在很紅啊 好啦在我們的圈子裡面很紅 然後鼠命他就是鼠命部落的人 可是他說他有三個媽媽 一個是生太陽他的媽媽 然後一個是國民黨 另外一個就是做國民黨 哪一年說大概2080吧 對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 剛剛有一個問題就說 為什麼你們做民立委都是國民黨 我沒有 我們也想知道為什麼 對因為那個在部落其實 你就可以想到說這一套啊 這一套說詞或是這一套利益 他進到部落以後 為什麼部落的人他可以接受 他會不做得通通 我剛剛就講說同仁部落 他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可是我自己的觀察 同仁部落他們也有 就是國民黨的樁腳在裡面 就是我們有一些對話 然後那樣子的樁腳他就是會 他當然也就是在乎他的族人 可是他因為已經長期的 被收編到這種官僚體制裡面去 所以他會很直覺的理所當然的覺得 欸我幫你爭取了這些利益 你為什麼覺得還不滿 可是泰魯格族的部落他為什麼不滿呢 木頭被暈下山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這件事情嚴重就是 在二十四年前 同仁部落經濟有一場非常非常大的災難 就是歐菲利的 歐菲利颱風帶來的雨失流 然後那個時候部落死了 對不起我忘記記了 但是幾十個人 可是大家如果知道 文綿族群的部落騎士 就是非常小的地獄 每一個部落不到一百多 他直接知識了 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 所以他們為什麼這麼在乎這件事情 因為第一個在泰魯格族的信仰裡面 他們認為山上的木頭啊 是祖先的靈魂居住在裡面的 你怎麼可以隨便帶走他 再來第二個山上木頭 不管他是站坡著的木頭 我們是倒下來的木頭 他其實都是對環境跟對上山打獵的人 如果是倒下來很大的木頭 是讓上山打獵的獵人可以欺身的地方 而且他也有穩木隨土的作用 所以這個裡面他們對這種 他們覺得山上的木頭 是絕對不可以動的 如果我們要蓋房子 如果我們要燒彩 你只能去撿一些被湊下來的 就是比較爛的木頭 因為房子可以就是倒了再蓋倒了再蓋 這跟大家就是現在大家就想說 我們要有個超建庫的房子 這個房間其實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衝擊對於 對於同很多族人來講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我們在貨是什麼 我們要的不是錢 那個部落的部落 現在的部落主義叫做媽嫂 媽嫂說了一句話 那時候我們晚上的時候 在圍在火堆旁邊 媽嫂就說 因為那個時候工部門的貪圖 已經比較軟化了 就是說要建立一個共管機制 什麼的 可是共管機制建立之前 目前這一筆被留在部落的木頭 還是要解決 媽嫂就說燒掉它 因為那個木頭回不了山上了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把這麼大的木頭 在不破壞水土的情況下 在任何人物的位置 雖然說族人一開始他們的訴求 是希望把木頭放回去 可是沒有辦法 所以媽嫂就說 那個木頭燒掉了 就是他就是要告訴這個政府說 我根本不在那個木頭 可以帶來留守地 我再或是我的部落的族群 能不能好好的活下去 能不能受到尊重的活下去 能不能在安全無余的狀況之下活下去 所以木古木魚的事件 那個力量的延續 其實從這個檜木事件開始 檜木事件的力量就是從歐菲利颱風 嚴重的這種天然災害造成 不如很大的損害以後 開始去整個不如開始有動能去思考說 我們到底要怎樣的生活 或是這些事情 所以在這個禮拜天 在童門部落有一個經驗分立 就是有受難者的那個音樂回 然後非常希望大家去 因為我上次買了一張就是那個叫什麼 虎庸馬號從台北做到花蓮 只要一個小時 加高鐵船在台中去台北 不是很長的時間啦 對啊 然後是很難的機會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淋淋脆脆的 介紹了好多好多的議題 有些講得比較多 有些講得比較少 可是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可以從來都出來 就是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很不一樣 就是我從小在都市裡面長大 我到18歲以後才到外地去念書 我也不是到部落區念書 可是當我開始學歌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我的那個模體文化 跟我現在長的樣子有這麼大不一樣 所以我還在慢慢的學 我還在慢慢的想要走回去 可是在他的過程當中 那個母體文化的裂解非常非常快速 然後這個快速是來自於 其實整個大社會對於母體文化 就是我的母體文化的不了解 就如同我自己 對我的母體文化的不了解一樣 不了解帶來的不准重道之後 就是這個文化快速的消失 所以我追一點追不上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站在這邊 我不是一個很愛就是 我不是一個很愛去想的人 因為大家聽我講還知道就是 就是沒有重點啊 沒有架構啊 想要什麼講什麼 可是我想要把我知道的都講出來 那個講出來是 我希望這個主流社會 開始有更多的認識跟理解 然後讓我還有機會追上 我媽媽她們認識的那個 那個布農族是什麼樣子 或是我媽媽的媽媽她認識的布農族是什麼樣子 我不會講主流 我在都市長大 可是我認識我自己是一個布農族人 所以我很努力的在做這件事情 但我也發現了很多的困難 那這個困難不是我一個人可以解決的 因為這個主流社會的觀點跟態度改變的時候 然後那個困難會一直存在 而且甚至會加劇 所以原住民族 誰決定原住民族的未來 喔好假白喔 結果還要回到那個主題 就是其實這件事情我也不能說 你不要管你們自己來 當然我也希望你們不要管我們自己來 但是重點是 如果這個主流社會願意放棄那個 控制的權力的時候 其實是代表他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他為什麼應該要放棄 為什麼應該把權力還給原住民族 所以是每一個人 你在每一個位置上面 其實都是有責任的 就是那個責任不是說 因為你的祖先很壞 其實原住民族是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們要繼續繼續的生活 在台灣這塊小小的土地下碰撞 對 那碰撞帶來的傷害不是單方面的問題 不管是大的碰小的小的碰大的慘 一定都有不一樣的東西跑出來 可能那個不是誰對誰出的問題 重點就是你有沒有去開始理解 然後去開始 開始就是丟掉原本的那個課本教你的東西 開始丟掉中華民國政府教你的東西 我們的憲法現在還在講說 我們的憲法現在還在講說 中華民國固有疆域 有中國大陸大陸地區淪陷區 現在已經不講反攻大陸了啦 現在是直接說我們重回出國海外吧 對 所以這是很荒謬 所以這個事情跟原住民有沒關係 如果台灣要制定性的憲法 台灣要努力 這些事情跟原住民有沒關係 當然有關係 因為當你想要脫離這種 被所謂的中國這樣的霸權控制的時候 你自己不能形成另外一個霸權去內部治理 可是現在事實上的狀況就是這樣 其實台灣原住民的處境 其實就是在一個沒有治理母國的情況下 可是被內部治理 因為這整個國家在建構的過程當中 長遠分眾的原住民主 也沒有在意我這一塊土地上 到底那個多元文化展成什麼樣子 然後後面我有寫字喔 可是就是我只是大概分了幾個層面啊 就是教育裡面的那個單一的思維 其實那樣嚴重 然後再來是我們在談文化這兩個字的時候 大家知道去年我們剛剛那個影片裡面有 就是那個青年大使交流團那個事情 有人不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好的 但是總之去年就是 外交國的計畫就是每年會有那個青年大使交流團 就是他送一批一批的學生都去我們的邦交國 那你要帶著就是文化交流的一些idea出去 然後這些會去參加爭選的人 他們最喜歡最喜歡使用的圖騰 就是原住民主 他們要穿原住民的衣服 跳原住民的衣服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去年做了一個那個記者會 在罵這些人 因為他們穿的衣服是假的 然後他們跳的舞是錯的 我最後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讓大家 就是圍一個舞圈 因為就是可以告訴大家一個很方便的事情 就是連手要怎麼牽都不會 然後你竟然告訴人家說 你跳的是原住民的衣服 代表台灣的原住民的話 那這就是很明顯 就是我們對文化的想像 它只停留在這個表面的東西上面 可是我們為什麼在記憶的時候穿這樣的衣服 我們為什麼唱這首歌 為什麼跳這支舞 它有什麼歷史發展的脈絡 我們為什麼在這個季節做這樣的儀式 唱這樣的歌 在那個季節做那樣子的儀式 跳那樣子的舞 它其實是跟你在整個生活的脈絡 是透明在一起的 可是到了現在就是 包括剛剛有人講到的就是說 欸 我們學校請給你們想回來表演 好奇怪喔 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們不會請漢人的小朋友來 表演的是漢人這支事情 可是我們都會教育夫妮的小朋友 欸 你是原住民欸 你要告訴大家你是原住民啊 那為什麼漢人可以不用 就漢人走在路上就是漢人的 而且原住民走在路上如果不說的話 他就會被歸類 不說我是原住民就會被歸類什麼漢人 然後當我說我是原住民的時候 就開始你知道 如雪片斑飛來的標籤就貼在身上 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我今天 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大學同學就送了一瓶酒 然後我就順次的打開來喝了 然後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就大家看到這瓶酒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人的心裡想說 喔原住民啊喝酒很正常啊 不用告訴我不用告訴我 一定有一定有 可是我承認我今天是一個很愛喝酒的人 可是這件事情到底跟我媽媽是原住民 或是我原住民主的認同有什麼關係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如果你去統計那個台灣就是 唉也不用統計啦 就是你自己 現在大家很多都是大學生嘛 在學校裡面會跟你喝 你敢跟原住民喝酒嗎 可是你跟你自己的社團同學什麼 喝的不兇嘛 一定都超兇的啊 不要再騙人了 這大學我唸了八年 所以我很接近 對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 這種標籤都很有趣 可是有一些我們的青年朋友 他會開始去反抗這些表現 他反抗的方式就是說 那我不喝酒 就是 我就要用我自己告訴你說 我不是愛喝酒的人住民 可是 像我 我就是很愛喝酒 怎麼辦 但我就要告訴你說 酒的文化 在不同的不同的圖書裡面 它其實是有一個脈絡的 而且為什麼我們這麼渴望那個酒 就是在部落裡面的確有這個現象 就是很浪費的人他們怎麼會很渴望 就喝到那個酒 因為以前酒沒有 以前沒有夠賣酒啊 以前酒要自己釀 而且酒拿什麼東西釀 酒要拿你吃 把吃的要吃 一年要吃的糧食留下來 以後剩下的多個 你才可以拿去釀酒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的基因裡面的確有那個東西 它那個東西脈絡不是因為 好 又講基因了 這是落入你媽裡的那個 就是那個想望 它對酒的那個渴望 是真實的 可是它的脈絡不是因為 就是你很愛倒在那邊睡覺 不是因為 對 不是因為喝這種公賣酒的啤酒 這是我 我真的很愛喝 對 可是那又怎麼樣 就是這件事情跟你的女生都沒有關係 所以標籤啊 其實是很可怕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放了一個 你不一定覺得她唱歌唱很好聽的姐姐 她唱歌 因為可是她知道她為什麼唱歌 然後 這件事情就是 對啊 就是拜託大家下次看我原題 你不要再問她說 你騎三豬上去嗎 或一次 大家可以去Google 我記得陳真的有個新聞 大概說原部學生在場 被問到十件事情這樣 然後我所有身邊的朋友 都瘋狂的在貼那個東西 然後說 你會不會唱歌啊 你會不會跳 啊 那你小時候放屁股啊 什麼 騎三豬我覺得超扯的 因為在我的年代沒有 可是大我三四歲的哥哥姐姐 他們真的會被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會覺得荒謬到不行這樣子 可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政府政策這就不用講了 台灣原...台灣政府有在做的事情 他對原住民他覺得是 嗯... 他覺得他做的好多喔 他給我們很多錢 然後給一些像加分啊 然後學費同貼啊 其實原住民原民會很有錢 原民會一點預算有七十億 六七十億的預算 對 這支錢到哪裡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因為我沒有看到這六七十億 對於原住民族的生存權 並對於原住民族的推薦 對於我們的未來有任何的幫助 他只在解決一個原住民 他如果想要進入主流社會 他的一個陣痛和磨合 我要進入主流社會 可是... 可是我中文不夠好 沒關係 可以講說 好 我要進入主流社會 可是因為 嗯... 台灣的原住民族的那個工作結構啊 有98%是勞動者 只有養他的人是所謂的資本階級這樣子 所以... 的確啊... 嗯... 有時候原住民族的弱勢一定是扣連帶齊的 可是原住民族不能單單從弱勢的角度去被解決 但的確就是我們很多的學弟妹他...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家... 可能家庭控控不好 所以... 從大一開始要瘋狂打空啊什麼的 然後... 所以需要學費減免 可能學費減免也只是為了要讓你去... 當你變... 進到主流教育的時候 你的那個困難減少 可是... 沒有辦法讓我們回... 走那一條回家的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那開發四個就沒有講 人家庭都不用理他 所以最後就是... 這個誰能不加誰在發展 是今年2280年行動的時候 我們有主題 然後... 最前面的時候 對大家很熟的說 誰能是一家人 最後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可以是一家人 可是... 他有一個過程 那一個過程就是... 我們要互相理解尊重 而且平等的... 平等的彼此未來 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然後... 最後... 我們在這塊土地上 才可以... 互相分別自己加入 嗯... 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